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席严庆明日前表示 银监会正在酝酿加快推出银行破产条例 国家不再为储户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兜底 允许银行破产倒闭 一旦有银行破产 储户的存款将由存款保险机构赔偿 但赔偿有一定限额 根据目前透露的消息 储户在单个银行的存款 最大赔付额度可能是50万元 超过这一额度的存款部分将得不到赔偿 去年12月24号 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宣称 招行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高级管理层成员批准及签署生前遗嘱的议案 生前遗嘱也称为清算计划 目的在于表明如何在不危及金融系统的前提下自我清算 今年以来 大陆银行业存在已久的问题不断爆发 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双双上升 持续的钱荒导致利率多次飙升 大量的资金被放贷到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推高了房地产泡沫 也使地方债越滚越大成黑洞 据中共银监会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三季度末 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5636亿元 较年初增加707亿元 而且已连续七个季度呈上升趋势 去年中国四个一线城市房价涨幅超过20% 还有26个主要城市的涨幅超过10% 而三四线城市竟出现50多座轨城 与此同时部分城市已经债台高筑 南京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 新宁与兰州两地政府发债的城投债 去年余额规模与财政收入比已经超过300% 而伊春 南宁 湖州 南京等城市的比例也都超过100% 镇江合肥则超过90% 拿一个房地产作例子 房地产行业的泡沫越来越大 它就是完全靠资金在支撑着这个泡沫 一旦很多资金就撤离了 房地产肯定是要崩盘的 房地产一崩马上就会拨离得很大 银行各个上下游的比例行业 无论是进财等等 它都会拨离到 与中国经济衰竭伴随而来的是 外资企业纷纷撤离中国 去年5月到7月就有5家跨国公司撤离中国 今年一时 法国化妆品公司欧兰亚决定 旗下品牌卡尼尔撤离中国 在此之前 欧兰亚的美国竞争对手陆华农 也宣布将撤除中国市场 并缩减1100个工作岗位 随着美联储宣布 从今年1月开始逐渐退出量化宽松 经济学家们估计 将有更多企业离开中国 使中国经济危机加剧